这是中国古代神话中最委屈的妖怪天狗 天狗十月让人们认为 天狗就是妥妥的顶流大魔王 然而当我们翻开山海经才发现 天狗是一只锐兽 传说在阴山中住着这么一只野兽 它外形像野猫 长着白色的脑袋 总是发出流流的叫声 思想这种锐兽可以抵御凶杀之气 上古时代人们将流星理解为天狗将士 流星从天空划过 伴随着轰隆隆的响声 火光炎炎 平似如狗 而天象又和政治有着呼应的关系 因此在秦汉时期 战败 瘟疫 社会动荡 都被归咎于天狗将士 未进南北朝时期 天狗升级成了驱使恶鬼杀人的妖怪 流传到唐朝时期 甚至造成了史上最大的谎言 贞观十七年 唐太宗听闻天狗谣言后 勃然大怒 他深知谣言被人利用 将一发不可收拾 于是下令让长安城内彻夜开门 让大家亲眼看看真相如何 几天过后 长安城内风平浪静 一切都是虚惊一场 而天狗十月更是离谱 人们无法解释 月象月实 就想象在月亮里 住着一只巨大的蛤蟆 失误之后 蛤蟆将月亮不断的吞噬 但又无法消化 等到初一的时候 再逐步把月亮吐出来 到了明清时期 人们更加注重天文异象 但反派只是一只蛤蟆 似乎有些不给力 于是天狗就成了妥妥的背锅侠